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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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園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如果說一開始有些買KK Day的套裝行程 那時候買的是動物園的門票加兩趟貓空纜車的錢 那如果你是買這些套裝行程的話 可以直接到路口那邊有一個對票的地方 你就直接給它掃QR Code 就可以直接換取動物園的門票入場 就不用再跟大家一起排隊 現在我們在動物園裡面 然後我們要先去拿動物園裡面的導覽 好 我們來到動物園的導覽了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我們去看這個 熱帶雨林區 然後我們要去溫帶動物區 飛洲動物區 出發 這裡就是遊客列車站 旁邊就是烏尾熊館 所以我們先去烏尾熊館 想一下到底要不要搭遊園列車 這個導覽上面都有寫說每一個票價大概是多少 請問大家烏尾熊來台灣的目的是什麼 來 我們答案揭曉 他是寶玉大使喔 烏尾熊參觀一出來就是 旁邊就是遊園列車 這裡就是遊園列車的 一款的地方 可以選擇要刷卡或是出現 其實他有先幫你拍好 每一個人要從哪一個地方進去 而且一台車的 每一個車廂裡面其實可以坐滿多人的 所以他排隊的時候 流動速度其實蠻快的 哇 這個可以排嗎 可以 因為我們剛剛排到的是第一號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坐在這台車廂的車頭 發車 動了動了 剛出站之後先主轉 最後我們會到鳥園站就停下來 在馬上請下車 我們現在在鳥園站出來 我們要先去兩棲爬蟲動物館 這什麼 怎麼大家都玩在這裡看 這裡是看蜥蜴的 這裡也有 哇 現在要去兩棲爬蟲館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 這個吧 他知道 米餓龜 米餓龜 五隻 六隻 七隻 接下來這裡是 另外一區 這個是劍毒啊 超小隻 感覺是這一個藍色的這個東東 那個橘色的應該也是啊 那個橘色的應該也是啊 這呢 這裡啊 剛剛應該是紫啦 是紫的 畫面色囉 沒有找到 還有一個彩虹 就在那裡 然後他在泡水 在睡覺 在睡覺 看起來真的有點可愛 墨西哥 盾口圓 好可愛喔 看到一隻 在看窗外的 蟲 蛇 在看窗外 兩棲爬蟲館 看到了第一隻鱷魚 小隻的 看起來有點可怕 畫牠的牙齒看起來有點可怕 可以帶牠去牙齒矯正一下 哇 牠們有鞭套 烏龜的櫃殼上有鞭套 這隻 116 116 116回報 927回報 這隻在吃飯 我們剛從兩棲爬蟲館出來 那剛出來其實那個櫥口 其實那個櫥口就可以吃點東西 如果肚子餓的話 但是很貴 但是有點貴 然後呢 如果你順著 路往下走 就可以去 企鵝館館跟溫帶動物區 來請問大家 企鵝企鵝 不是啊 蔡同學說企鵝是一種鳥 我們前往 第一個看門看 牠是鵝還是鳥 答案揭曉 所以 企鵝跟鵝都是鳥啊 有看牠拍好嗎 企鵝 這裡就可以看到企鵝 企鵝吧 扭頭企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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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企鵝只有剛剛一開始 才有最後結尾的這個地方 啊在游泳 我們剛剛看完企鵝館了 企鵝館其實沒有很大 口跟入口有 總共三個展示的空間 接下來我們要去的是中熊 哇超大隻 我們剛剛看的是亞洲黑熊 不知道跟台灣黑熊有什麼差別 這裡是山西 歐亞大山啊 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 黑白色的是白鯨 他吃什麼 吃東西 我們剛剛從湖喉區走出來 左轉就可以進到 非洲動物區 那非洲動物區 第一個看到的竟然是 大象 大象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又是拍到大象屁股 犀牛 跟大象真有點像 哇你看 犀牛後 喔好大喔 白犀牛旁邊是 班戈琳雅 找到了 哇 好小聲喔 哇 在這裡 請家王 哈哈 這邊有說明為什麼 黑猩猩的屁股 是紅的 不要是因為 是長這樣的話 知道說 母猩猩現在發起了 那他們就可以進行交配的活動 現在我們要進入 熱帶羽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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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 哈哈 我們剛從 熱帶羽林區出來 要回到 動物園的入口處 現在我們要離開動物園 前往貓空站 出口這邊 旁邊就是麥當勞 所以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想吃可以直接到 這附近來 旁邊就是 動物園的紀念品店 如果是 KK代買的話 到貓空欄車這邊 直接到入口處排隊就好 接著他的QR code就可以上車 他過裡有個 一般車廂跟水晶車廂 所以在搭車的時候 可以選擇 要等 你要等的是哪一個車廂 我們剛從 貓空欄車的 終點斷下車 要去貓空裡面的巷子 看有沒有什麼咖啡廳 或是什麼店家可以吃東西 順便休息一下 生生豆花 Timi要睡著了 這是我們剛剛點的 招牌豆花跟燒麻糬兩顆 五十五塊 五十五塊 裡面有花生跟粉圓 開車 那我來講一下這個豆花 它的底是那個 炒過的糖 紅糖或黑糖 只要去炒成焦糖 所以它有一點點 稀喝它有一點點焦糖味 麻糬它的顆粒蠻大顆的 有口感 口感比較好一點 而且它是這樣 就是熱熱的剛出來 所以整體來說還不錯 我們現在要去找茶屋 請各位猜一下這個蛋糕幾多錢 鐵觀音乳酪蛋糕 1、2、1、1、1、2 110塊的蛋糕 是厘一百二十塊的蛋糕 現在我來喝一口 喝喝小茶 嗯 嗯 文化可爽 文化可爽 我们刚刚逛完猫空站 然后坐完缆车下来 在晚上坐的时候 可以看台北的整个夜景 所以其实还不错 所以可以在晚上的时候 坐猫空的缆车坐下来 那今天就这样 拜拜 by bwd6